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王爷 给二哥们上功课辛苦了 现在田某一个人赌长上书房 累是累 可是责任在司为国修福 田某就不觉得苦了 田师傅说得好 可是田师傅 为国修福这四个字 我听不大懂 王爷说笑了 其实这不是很简单吗 我还是不懂 你出去 车 田师傅 您的意思是 四个此次一离开上书房 就再也没有回来的道理了 车上装满了石头 这车子就重 现在四阿哥 就好像拉着个装满了石头的车下山 往下走 能越走越快 要是想回头 万难 王爷请想 皇上现在是心软 把四阿哥送到毒石口去 四阿哥是什么人 那可是天皇贵宙啊 这下子到了那个地方 不说发疯 也得发傻 怎么着 王爷 田师傅 我以为您是个学问人 世事动名皆学问 人情恋的集文章 怎么着王爷 连这个都没听说过 是 那田师傅的意思 王爷您 还是和三阿哥五阿哥 说鬼的话 谢谢 我懂了 王爷 请 请 中了 中了 送来 两位二哥 黄叔叔 没了没了 你们这是要折杀我了 黄叔叔从前一来上书房 就是来叫老四舍舰的 不知道今天来是 三哥 你这片儿当话说的可不对 现在书房就咱们两个人 黄叔叔不就是来看咱们俩的吗 我今天拖点大 两位先知我是来看看你们 顺便还有件事 黄叔叔 您请直说吧 皇上交的差事 让把四阿哥送到毒石口去 我想问问两位阿哥 还有什么要嘱咐的 黄叔叔 果然细心至极 老五啊 你想想吧 此去毒石口也有几百里的路 路上得捡个仔细的人跟着 我看就是洪生吧 他是亲贵 又是侍卫 不知道您以为如何 五阿哥的选择必定是不错的 接着练吧 我不打搅了 恭送黄叔叔 黄叔叔照顾老四我们是不会忘的 老五 我还真没看出来 人家庄亲王想卖老四那条落水狗的好 你怎么着眼 我的哥哥 你是真没听明白啊 王爷人家这是向咱们示好来了 你也不想想 洪生是什么人 那是咱们的人 让他送我的四哥 你的四弟去 那还能有高贵傲启的四阿哥的好啊 行啊 你老五 真行啊 两位阿哥 该上课了 田师傅 别忙着上课 田师傅 您说这老四还能回来吗 两位阿哥 你们可知道 毒石口是什么地方 听师傅这么一说 我好像想起来了 毒石口是关押疤疤疤的地方 哪个疤疤疤 就是那个地方 那可是能关死人的地方 听 听说 听那个疤死得很惨啊 其实人哪 吃糠还是吃粮 吃肉还是吃菜 说打紧就打紧 说不打紧就不打紧 关键就是那口子气 这四阿哥现在是半截伸的埋在土里了 剩下的就是小火慢熬 怎么着 田师傅 你还舍不得老四 可惜呀 可惜 走吧 三哥 爷 怎么着 吃不下去呀 算了 蓝主子 收了吧 这什么味儿啊 也没什么味儿 就是把宫女们常吃的饭菜断来了 奴才平日在玉庆宫的小厨房吃饭 倒不知道这宫女的饭菜有什么特别 宫女们每日利有猪肉一斤 白老米七合五勺 黑盐三甜 随时鲜菜十二两 可是向来货食被人盘剥 所以大多数人并不吃这些饭菜 那这些饭菜就都热一下下顿端上来 那这 今天三哥和五阿哥上书旁了 货食开在那边 这边爹就随便找了些伙食端过来 蓝主子 你干嘛去 我找这帮孙子去 怎么着 万岁爷爷没说 您打今儿习就不是阿哥了 凭什么 他们立刻就见人下菜碟了 爷 您不生气啊 你说我不生气 笑话 我心里当然有气 而且气还不小 可是我静下来想一想 这事我不能恨他 我 为什么 因为他们这么做的时候 并不是诚心害我 他们必定只是很可怜地 保全他们自己 爷 您知道吗 奴才刚领差事的时候 有人说您有一个绰号 你说 圣人 你还忘了一个字 我忘什么字了 要放在三阿哥和五阿哥的嘴里 那就是假圣人 行了 你还是赶快去收拾吧 是 是 我 你还要不认认我 你相信我 你还想不认慰 还要不认慰 你还要不认慰 你爹 不认慰 我 我说四阿哥去毒石口 是皇上的旨意 你们弄得像是皇上亲巡似的 带那么多东西干嘛 只要带些简单的就是了 好了 随身的衣服有了 铺给也有了 就不用带什么了 这奴才知道 事情已经至此 朱师傅还有什么考虑的呢 我是没什么考虑的了 王爷 我只是不想让四阿哥到毒石口去 那个地方是什么地方 想必王爷也是知道的 我当然知道 可是事情到了现在 已经无法挽回了 去毒石口 总比在牢里捐进着墙 王爷 难道真的没有办法 让四阿哥回尚书房 我懂了 四阿哥是我的学生 现在他出了这种事 我责无旁贷 好 我陪他去毒石口 还有 六阿哥也要跟着一起去 什么 没办法 六阿哥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突然跑到皇上那儿 张口就说所有的事都是他做的 皇上一怒 让六阿哥一起去 毒石口我没亲自去过 可是口外的气候我领教过 六阿哥觉得绝对不行 我老头子一把骨头 就算是留在那儿 那也是小事一桩 可是六阿哥 朱师傅 其实皇上让六阿哥一起去 后来也后悔了 可是我没有争 为什么 有六阿哥在 也许四阿哥就不会在毒石口待太久 四阿哥和六阿哥是一件事 如果皇上要试回六阿哥 也许四阿哥能一起回来 主意是好主意 只是对六阿哥又是公道啊 好了 朱师傅 我也不想多说了 就这样 您先准备起来吧 是 王爷 先不要收拾了 老头子 你来了正好 这慧如挺怪的 他非要收拾出两份东西来 对呀 你们回家 我这行李和衣服拿出来 我要陪四阿哥和六阿哥到毒石口去 不会吧 没办法 你们先回老家吧 反正姬母祖上留下来的柏田 将就着也可以过日子了 我也不知道到毒石口待多久 我希望待上一阵子就能回来 所以慧如他要跟你去 慧如跟我去哪儿 毒石口啊 慧如啊 你怎么知道要走啊 我猜出来的 允兵王爷到家里来找你 肯定是皇上把四阿哥流放了 王爷和四阿哥是好朋友 慧如说 除了来嘱托你 难道还给你商量别的事来了 你是聪明 慧如啊 你先跟我出来一趟 慧如啊 你打小我就让你读书 书读到你这个份上 就是男子也不多呀 你的聪明 加上你读的书 你要是个男子 必定会夺个投名进士殿 汉林 爹我还不如你呢 爹 那你跟皇上说说 让他开个女科 让我也过过壮业的瘾 我要跟你说的就是这个 人这一辈子生下来 能人尽其用 用尽其才的 可是太少了 爹 可是你在上书房做师傅 应该是人尽其用 用尽其才呀 还有一样 照你这个年纪要是在别人家 我早就做了老爷抱上外孙喽 可是啊 你这么个心性 我不敢抢你 也不能抢你 那我倒要谢谢爹爹了 我倒不是怕别的 别的女子啊 无才便是德 从小所学 没人去学识字 最多就是女工 大多数就是炕上一把茧子 锅台一把铲子 我 嫁到人家里 何意不何意也就将就过了 可是像你这种冰雪聪明的人 委屈了你 怕你受不了 爹 你怎么说到这儿来了 说到这儿 我就是告诉你 即使我不必说你也懂 那就是天下最难的两件事 一是人尽其才 第二件事就是 有情人终成眷属 说得好 如果没这两件难事 那说不得小说 就不知道写什么了 锡台上也不知道唱什么了 那就唱复唱复随 五子登科呀 慧如啊 你生错了时候 老五 咱们干嘛非得去看老四啊 你还怕他反回来啊 你怕得罪他 不是我的主意 是田师傅的主意 田师傅我看也是瞎出主意 咱们还给他脸干嘛 他从前抖的时候可没给咱们脸 他那个假圣人的劲可大了去了 三哥 咱们的学问谁也弄不过他 可是你刚从孝寺上得了事了 现在你得靠T得势 T就是兄弟之意 你再怎么不喜欢他 也得装下去 累呀 真累 做大事第一累的就是做人 做人做人 不是你是什么人 而是你把自己做给别人看 你是个什么人 你还没登大宝呢 登了大宝你就更累了 那我真登了大宝 就给你来个摄政王 我玩我中意的 你玩你的心眼 三哥 你金口欲言我可记住了 不信啊 来一下 来 哎呦 老四啊 我的亲弟弟啊 哎呀 老四 老四 哎呀 我给您回一声 说您睡了 不见人了 何必呢 啊 啊 也许他们是真的关心我 哎呀 四哥 老四啊 你说 哎呀 你这是怎么搞的 三哥 你先撒手 你快把我勒死了 三哥 你可受苦了 哎呀 老四啊 你说你这是怎么闹的 闹到这儿来了 哎呀 哥哥我都担心死了 是我的不对 让三哥操心了 可不是 我得说你啊 你这是娇有不慎 加上重色轻有 这两样 你可兜占了 物娇歹人是有的 可是重色轻有 三哥 咱们一起在书房这么多年了 你应该知道我的为人 听说你是被发遣出去了 是吗 是 只是此时我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动身 怎么走 四哥 三哥来的时候恨不得哭了一路啊 说是他要能替老四就好了 老四多金贵啊 本来指望着将来从你的手上 跑个铁帽子王 世袭网替 得 这下全吹了 三哥不必 我犯的错 这两天我已经想了好几遍了 罪在不射 三哥 有件事我想求你 求我 我此去怕是万难回来了 老六他不懂事 你照样他点 你不知道啊 老六为你担罪去了 结果呢 可把皇阿玛给气坏了 说是 这回要跟你一块走 那事我知道了 再胖到这种事 你还要多看着点老六 他还小 老六可真够气人的 你说说 他干什么不好 出这个头 他必定以为这是多有面子的事 你放心 我会照顾他 那就谢谢你们了 罗四 要说还是我惦记你 红猪子 看看 烧羊肉 我给你带来了 咱们吃点喝点 是 三哥 我现在心很乱 不想吃喝 你有这份心 我领情了 嗯 老四 我们来找你 是有件重要的事 三哥 我眼下只有一件重要的事 就是 我倒霉了 可是不能让老六跟着胡闹 你们替我去求皇阿玛 怎么着也不能让老六跟着我去 这个忙不好帮啊 可是 眼下我们只能帮这个忙 我还是惦记老六 老六他小 他不知道深浅 您现在都倒霉了 就别想着老六了 怎么着 老四 我告诉你件事 这宫里宫外我还有些个朋友 渡市口那是什么地方 鸟都不拉屎的地方 咱们这么直说吧 到了那儿交给当地的住房官 那你就是彻底甭想跑了 您就是死那儿也是个薄板棺材 往那儿一埋就算是为了蚯蚓了 三哥倒替我想得仔细 连我的去处都替我找好了 所以啊 我说我要帮你呢 这个主意很简单 就是你还没到那儿值钱 你就先跑了 跑哪儿游着你想 我们兄弟两个也说不上都有钱 可是你哥哥我吩咐令过 好歹有些积蓄 我又找老五凑了点 对 凑了点 还算是值钱的东西 四哥 你跑吧 你一跑皇阿玛必定想你 到时候还不是有恩旨下来 我们哥俩再把你迎回来 老四 别想了 这可是便宜上 那毒水口多苦啊 你真能熬得住 谢谢三哥了 我不用下来 我不讨 我犯了错 我要承担 如果我犯了错 不受惩罚 那书房里其他的人 可能也会犯同样的错误 老四 不怪别人叫你假圣人 我真服了你了 三哥 别说了 我们走吧 赶紧的 老四心里难受 咱们别再招惹他了 怎么着 老四 你不给我面子 你还当是你得意那会儿呢 你现在是多个朋友多条路 多个仇人多把刀 老四 你好好想想吧 走吧 走吧 三哥 走吧 走吧 真是不开窍 太不开窍了 老四 你不给我脸 你 行了 三哥 别说了 言斗有失 奴才送两位阿哥 够奴才 你给我听好了 你甭冲着我这么一脸假象 怎么着 我脸上长校服了 你看着就笑 三阿哥 奴才送三阿哥 奴才 没笑 瞧瞧 人家奴才 而且是刚来没多久的奴才 都敢这么着跟我顶嘴 我是三阿哥 再怎么着也比他主子大吧 我比他落草棗吧 瞧瞧 这奴才这副嘴脸 三阿哥 奴才不敢 你还不敢 你还不敢 你要是敢 你早挑上来打我了是不是 奴才 并不敢打三阿哥 哼 听见了吧老五 并不敢打 可他没说他不想打 蓝珠子 你是疯了吧 三阿哥说话你敢这么回 奴才不敢 奴才不想 你要 Forearm 穿杆子 穿杆子 打你个奴才 爷 咱们 她是三个屋里的人 穿杆子打她 咱们不能穿杆子打她 那你们就打他 怎么着 回头让我船杆子打你们啊 给我使劲打 打 行了三个 切除了 赶紧走吧 三阿哥 你这可是个败招啊 五阿哥 你为什么不拦着三阿哥 我也看他有气 他当他是谁啊 真是圣人啊 让他跑他都不跑 四阿哥回上书房的心还没死呢 所以我就拿他的农才撒气 顺便叽叽他 可是你这样他就干脆不会跑了 三阿哥 做事不能平气要平智 五阿哥 我看你也是被三阿哥带出气来了 好了 反正是他也要走了 咱们还是忙咱们的 两位阿哥 这书房里自然是读书 四阿哥走了 咱们只能比他读得好 不能比他读得差 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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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过来人 扶锦西贵妃 万岁爷 万岁爷说不见 他不见你也不让你见四阿哥 请皇后再求求万岁爷 我求了 谢贵妃啊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这个人 我是个老好人 我希望大家都好 我们是皇家 可是他也带着个家子不是 一家和和气气的那是最好的 我求了 可是万岁爷不答应 您就宽宽心吧 等个一年半载的 万岁爷哪天也高兴 咱们再一求不就让他回来了吗 一年半载 哪知道他会出什么事啊 不行 我要去见皇上 怎么着 你非要去见万岁爷 四阿哥是我亲生的 我没带过他 也没养过他 可他毕竟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 我去求求 万岁爷 跟皇后说朕还忙着不见 不是皇后是西贵妃 她来了 万岁爷她就在外门等着呢 不见 万岁爷她还跪着呢 什么 万岁爷奴才想劝可是 不敢拉不敢扯的 她就那么跪着 岂有此理 这么丢脸的事她也干得出来 万岁爷奴才想请 万岁爷看怎么办 她不要连那就甭给她连 你们把她搭回去吧 搭回去 请万岁爷的旨 万一西贵妃还不上轿 叫什么叫 一边一个不就搭走了吗 嗯 怎么还不去 万岁爷 奴才万死 奴才万死 你有话说 奴才知道这是死罪 可是四阿哥的好 是宫中上下都知道的 万岁爷 万岁爷 你是真想死啊你 万岁爷奴才知道 内奸不得语文正式 可是万岁爷 这算是万岁爷的家事 奴才想四阿哥是万岁爷的儿子 万岁爷 四阿哥他人效平和 好 好了 朕今天格外开恩 饶你不死 你让西贵妃进来吧 正 谢万岁爷隆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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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哟 谢 怎么样了 西主子 奴才 奴才 奴才可是吓破了胆了 奴才 奴才 奴才起不来了 谢谢你了 西主子 四阿哥是大好人哪 这宫里谁都知道 四阿哥待下人人厚 西主子 您可得求万岁爷 把他留住啊 你养了个好儿子啊 万岁爷 他错了 他对了 臣妾都不敢置一词 臣妾只求万岁爷开恩 把他留下 哼 留下 他好人缘啊 这两天听说他倒霉了 朕见到宫中内奸大臣 都面带悲怯之色 别因为朕没说 就以为朕没看到 万岁爷 那不就说明这孩子 是个好孩子吗 可是 以朕看来 那是他会 刁卖人心 万岁爷 你千万别这么想 我不由得这么想 万岁爷 臣妾 虽然是四阿哥的生生儿娘 可是 和他也甚是生疏 求求万岁爷 不看四阿哥的面子上 看在臣妾的面子上吧 臣妾万死 求万岁爷开恩 好了 你下去吧 朕知道了 求求万岁爷 你千万开恩呢 王爷 您可有空闲 有事说 王爷 臣听说四阿哥的事 早已经有了定论了 是 本朝阿哥的事 是皇上家事 我等外臣不得语闻 几乎有各种消息 也只好视而不见 听而不闻 你都听到什么消息了 是这样 是这样 臣等听说 四阿哥要被发钱了 这事是有的 王爷可曾想过 替四阿哥求情呢 你这话 可是胆子大到天上去了 臣万死 可是臣想着的是 大清的江山设计 也就无所顾忌了 四阿哥的去留 有关乎大清的江山设计 王爷 不知臣这么想 大小臣宫 大概都是人同此心 都是大忠臣哪 大忠臣 我知道了 下去吧 王爷 皇上叫王爷得起 臣叩见皇上 免礼 谢皇上 四阿哥走的事 安排得如何了 臣已经安排妥当 只是四阿哥一路向口外走 一路上封臣盗贼 不是安静之路 所以臣已经先行闻地方 和沿路的满营 欲为准备 你想得到仔细 那皇上的意思是 真要是去了那毒尸口 不知道他会怎么样 毒尸口 闭在口外 驻满营的兵不到千人 可是这一千多人 已经颇为天气 饮水缩苦了 皇上的意思是 你一口一个皇上的意思 你就没个主意吗 你想想啊 神康吧 臣 臣不敢忘菜圣意 你怎么当的差事 那皇上的意思 是将四阿哥在京城捐进 朕是不忍心将他捐进 才把他发钱到都市口的 皇上的意思是把四阿哥留在京城 你说呢 你说呢 臣在想 是不是 再给四阿哥一个机会 你这么想 是 臣是这么想 那 其他的大小陈宫呢 大小陈宫都是人同此心 那好 朕再想想 四阿哥不必立刻上路 臣替四阿哥谢皇上恩典 来 叩见王爷 起来吧 谢皇爷 老田 你的事儿有点不太好了 四阿哥又不走了 皇上心软了 这早在我的意料当中啊 王爷后悔了 你所指的后悔是什么 王爷怕了 我怕什么 我识着亲王的绝路 我怕谁啊 既然王爷不怕不后悔 那找在下来商量什么来了 老田 我不是来找你商量的 也不是来找你讨主意的 我一个亲王 谁当皇帝我都是王爷 大不了龟隐田园做个田舍翁而已 那王爷的意思是 我就是来告诉你一声 至于你拿什么主意跟我没关系 是 记住了 跟我没关系 谢王爷 这才像句话 恭送王爷 师父 那个老狐狸又怎么了 真是个老狐狸 这回子又给我拿起事来了 怎么着老四又不走了 照他的意思不但不走 而且可能还回上书房 照这么着 事情不淡不妙 而且简直就是糟糕之急 所以今天你们拿老四的奴才 那才叫糟到底 师父 我知道错了 可是我也没想到啊 你应该早想到 师父 那怎么办呀 要不然我给那奴才道个歉吧 那能行吗 做事不能认错 要将错就错 你不是打了那个奴才吗 也好 打了就打了 难道阿哥打奴才 还有阿哥认错吗 我看这样好了 你到皇上去告他一状 告什么呀师父 是我打的他 我不是说了吗 打就打了 打得还轻呢 好 谢谢